在春节期间最好开这个喝酒不要开车 开的车要是对酒驾的话被查到了 恐怕车子是领不回来 要等到过年之后了 台北县市在去年取缔的酒驾案件 超过了有四万件 那么春节现在要到来了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酒驾 以免面临无车可开的窘境 扫了年节的游信了 台北市裁决所就说了 13号到21号9天的春节假期 将不会提供给佼佼酒侧 这个酒驾违规的罚还 还有领回保管车辆的服务 民众必须要是在春节过后才可以去领车 那么以汽车保管费每天200块钱来计算 多保管9天车主要多付1800块钱 那么台北县交通大队也提醒民众了 如果要避免危险还有无车可开的窘境的话 绝对是不要酒后开车的